工作人员全副武装在科教馆进行清销 因为亚东医院确诊护理师曾经来过这里 科教馆在官网公告接到北市卫生局的通知 有新个案确诊者在1月13号参观过七楼特展 因此全馆清销 七楼特展暂停开放三天 预计1月20号恢复营运 除此之外 这名个案当天还带着家人转去隔壁的儿童新乐园 偏偏当天有台北市国小四年级 十个班级两百多人 也去那里做校外教学 跟确诊者足迹重叠 让师生跟家长都很担心 学校四年级在4月13号有到儿童新乐园 那个地方不是有确诊的足迹吗 教育局是说 副政府现在还在调查 然后可能要去做运防性的筛检 当一天台北市有非常多的小学 也有在这边做校外教学 所以目前为止我们也有做相关的 台北捷运公司表示 儿童新乐园在营运期间 每两个小时就会清销一次 如果有确诊者到过的区域将会静置三天 这两个地方人潮密集 而且大多都是没有打疫苗的国小生 是否会引发更多疫情 指挥中心还在密切观察当中 两百多位学生的家长 只能焦急等待筛检的结果出来 记者诚实恋王一众 台北报道